我像只鱼儿在你的河堂,相亲对象又舔又乖,举着话筒,嗓音低唇诱人的腻在我耳窝处,贴贴玩耍唱情歌怎么破,姐姐,我唱歌好听吗? 过分了呀,这家伙冰凉的薄唇,好似碰了一下我耳垂上的软肉,为了立住海后的人设,我不能大惊小怪,用手指挑起男人的下汗,利落地拨开,左右端向几秒,骨相完美,黄金切分比例,俊俏地让媚夜KTV的所有男模少爷失去颜色。 嗯,长相还是蛮可口的,姐姐的池塘,不会只为你一个人开放,调戏人而已。 谁不会,那太好玩了,我性别男,爱好女,和男,通吃。 双向插头,我指尖触碰到他皮肤的那一点,开始僵硬,邮寄两天前,黎律师将长达三十页的PPT发我邮箱, 关于某一个男人的详细调查介绍,黎律苦口婆心地说,这是爸爸精挑细选,为你找的结婚对象,雅正端庄,君子斐然。 老黎读过两本书,特别欣赏一个人,就爱掉书带子,媚夜KTV五颜六色的灯光炫目,像千丝万缕的丝线拉扯出一个盘丝洞,而男人正嘴角擒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坏笑。 琉璃般的眼珠盛放着游戏人间的机械与趣味盎然,这个坏小子。 游戏,黎律也有看人走眼的一天,我全身的细胞兴奋起来,他尼玛有意思了,弟弟长这么好看,介意拍一张吗? 我掏出手机,本意是想将这雅正端庄的君子拍摄下来,保存证据,然后在以后的若干年,随时调取,用以取笑心高气傲的老黎,姐姐,我们晚点刺激的,拍高潮。 好呀好呀,我差点欢呼雀跃地拍起小手手,十分钟后,我就后悔了,那夜楼上是套房,专供有特殊癖号的客人使用。 君子弟弟刷房卡,将我领进门,六个坦胸漏背的男模,齐齐站在玄关处,向我攻腰问好,我被吓得腿软,这是要干什么? 干些姐姐喜欢的小游戏。 男生拉着我的手,将我摁在客厅角落的沙发上,拍了拍我的发顶,姐姐,我会选出最好的享用,你等着就好。 她表演穿剧变脸,转向男模时,变成高高在上的凛然姿态,上衣扣子全结,抱树站好。 第一个她摇头,姐姐,腰上一出一厘米的坠肉。 第二个也不如意,姐姐,猴杰突出的弧度过大。 第三个,姐姐,目测只有一米七九,你不喜欢矮个子吧? 谢谢,我捡起旁边的汽水,喝了两口鸭精,总算明白君子弟弟要干啥。 何止三辟,他要多辟齐发,这是人吗? 饶是我有海后之名,也看不惯,老黎上哪儿找的衣冠禽兽,派他脏了我手机相册,在他转到第六个男模面前。 我起身告辞,你喜欢就好,拜拜。 我没能走出门口,只因站起来,大脑混沌炫运,我撇向刚刚喝的饮料,不可思议,你给我下药。 秦兽一只手圈住我的肩膀,将我揽入怀中,姐姐别冤枉了好人,这是酒。 什么酒两口便倒,明明是有预谋,你要是敢让这些肮脏货碰我,我一定杀了你。 我愤恨又不甘地晕了过去,呜,警察叔叔,这里有变态,迷糊间,我听见,姐姐,我怎么舍得,我会亲自碰。 嗯,全身难耐,又无处可逃的燥热,将我逼醒,睡相极差,以躺食的方式半颗脑袋吊挂床檐,轻松睁开眼眸,窗外是城市的万千灯火,夜色浓郁,而我,试图调整睡姿,挽救差点被折断的脖子,屁股蹭了蹭,床入贴肤的触感,让我如遭雷击,我挂空挡,我没穿,我裸的。 啊,我的尖叫吸引来小畜生,他穿着褐色的苦茶籽,上身为着寸履,皮肤上是完事后淋浴蒸腾出的热气,姐姐还要。 这变态竟然抖了抖胸肌,从我的角度,仰面看去,笔直修长的大腿,精瘦窄腰,八块腹肌,似笑非笑的俊脸,虎曲一阵,我竟然很渴望怎么回事,呵呵。 小畜生轻薄地笑着,那双凤眼似是看穿我的隐秘,为了不在气势上弱下去,我卷起被子跳下床,呲牙咧嘴地对峙着,我要报警,你这变态迷惧我,等着蹲大鱼吧。 他竟然若无其事地刮了刮鼻尖。 人数众多,也不一定是我主要责任。 几个?我眉头跳了跳,快要心梗,姐姐不是知道吗?就昨晚那么多,还是挂的你的账单。 六加一,言外之意还是我自己点的,跟他没关系,二十七年的清白之身,我有和颜面继续苟活,我要你偿命。 抱着小畜生的腰,踉呛着往窗边摔去,一起死吧。 小畜生像是逗小孩似的,就是不肯跳楼,我也摁不动他,可床边离窗户明明有一段距离,他却愿意配合腾挪过来,他就是在逗我,呜呜。 我要自己去死,我撒开他,扒开窗户,单腿已爬上窗台,有力的大掌将我捞回去,指负擦拭着我眼角的热泪,就这点出息,还自诩海后,装什么装。 我索性哭开了,你明明知道我是装的,跟你这个变态不是一路人,你还要挽我。 姐姐,别哭。 我抽抽叶叶,不知他是慌了还是烦了,也许两者兼有,没人动你。 他咬着我的耳朵,浪明在外,却是个处。 嘎。 我双眸通红,哭声戛然而止,第一次很痛,你下面有感觉吗? 见我面露疑虑,他似乎要举证说服我,没感觉,除去身上挥之不去的燥热,不痛哩。 那谁知道呢? 也许是你太小了,没站稳海后人设,我也不能弱势下去,小畜生脸上的表情一丝丝军裂,抓紧我柔弱无骨的手,贴在苦茶子的正中央。 你说他小,搏动,胀大,一手包不住,我双颊飞红,触电般挣脱,你变态。 姐姐越哭,我越激动。 我真是太没出息,悲愤相加,身体冲不散的灼热,再一次将我先晕过去,醒来后,则是在医院挂点滴,给我扎药的小护士。 万分嫌弃,小姐,夜场不能干,酒喝多伤身。 两口便倒地的酒,我也是第一次喝,那混蛋居心叵测,送我来的人呢? 我问,欢场何来真情? 人家拍拍屁股走了。 我脸上应该是咬牙切齿的恨意,却被护士大姐解读成求而不得的落寞。 小伙长得惊为天人的俊俏,也不缺你一个,何必呢? 我一定要找到他。 我姿着牙缝,冒着丝丝寒气说,护士一副看我疯磨了的眼神。 留院观察后半夜,清晨,我拖着沉重的步子,回到东径水岸。 离老头的千平大别墅,你还知道回来,相亲约KTV,给我老脸丢光了。 进门便面临一顿鼠咯,很好,看来对方恶人先告状,你知道后续发生什么吗? 我决定夸大其词,狠狠地反告一状,反正包里躺着医院的病例,被下药差点失身是事实,以离律师老学究的做派,一定会自残行馈。 自责不已,就出那个小崽子,为我伸张正义,后续是,子称婉拒过去,说跟你的爱好不合拍。 没趣。 我震惊,人家君子皎洁,拒绝去烟渣的地方,老黎说完要揍我,用手中的文件狠狠敲了一下我的肩头,我整个人快要裂开,那将我脱光,将我看光,将我调戏,将我羞辱,的变态是谁? 正在这时,李老头的手机响了,子称呀,你在门口,怎么过来了呢? 道歉,没关系,我就喜欢你的端正严谨,庆庆胡闹,现在家里,我让他出去接你,信息综合起来就是,我那相亲对象,老李眼中的成龙快婿登门了,你自己去接,你喜欢,你嫁好了。 我语气其差,李老头以为将我抽了,点燃我的小宇宙,其实,我只想回房,关上门联系,KTV,找到昨晚那只小鸭子,老黎拿我没办法,那你回房补个妆? 不会,你小妈会,小妈,我呸。 李老头没辙,时间耽搁不起,急匆匆去接心仪对象了,我颤微微扶着栏杆往上走,这一次被人截胡,数十大意,三十页PPT,我直接拖拉机箱粉碎,但凡看一眼,也不会让那只变态鸭子有机可乘。 李律,对不起,我带着涉地登门道歉。 身后,想起一道男生,我已抵达二楼拐角,叔叔,我故意替哥哥去的,我喜欢庆庆姐姐。 我一脚踩空,这道声色,是我整整一天的噩梦,转身面对楼下,男生长身玉立,吸服剪裁盒里,接近一米九的身躯,充分包裹舒展着,衣冠,禽兽,我按捺不住怒火,像踩在橡皮筋上, 三两步弹跳下楼,李老头一副不忍直视的神色,淑女,淑女,你,你,我戳在小坏蛋的鼻尖前,姐姐,我叫江凌。 谁关心你叫什么?发生了那样的事,将你留在医院视我不对,可我也是被叙道的大哥逼回去的。 他用一副你懂我的眼神,你家里不也有一个凡人的老头子? 发生了什么事?黎绿的声音很严肃,他将我灌醉那啥啥,眼看有人撑腰,我垂不死这个妖孽,男生,哦,有名字,江凌还委屈上了,凤眼微撇,庆庆姐姐昨天好梦了,轻薄了我。 他还有证据提供,手机相册点开,录屏中,我不知廉耻地撕扯着自己的衣服,使劲往他身上贴,咬他的脖子,搓一片口水,离庆庆。 李老头眼看要送120急诊,我才是受害人。 事已至此,你们结婚吧。 李老头当场宣布,傻。 我傻眼,为什么不是冲上去,暴打江凌的狗头? 李老头斗机灵地冲我眨巴眼,笑声地说,总算有人愿意要你,我们使劲地赖着他。 擦,我只是鸣声浪一点,我貌美如花好吗? 我看着江凌变戏法式的,从西装内衬的口袋中,掏出砖红色的户口本,随时领证。 玩笑开过火了吧? 在李老头信以为真,准备凑成一队,直奔民政局之前,我揪着小崽子的手腕,将人带去书房。 我们需要单独谈谈,别闹,赶紧从我家滚出去,我不追究你包关我的过节。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,但怕神经病一样的对手呀。 眼看这身高腿长的帅哥,脑子不太正常,22岁,呵呵呵。 竟然凑上来,要和二十七的我结婚,姐姐嫌我年纪小。 她的桃花眼在我身上,群寻一圈,一语重地。 啊,说实话,如果不是小得太离谱,这么优质的皮囊,倒也不是不可以掀处处,这不废话吗? 我下意识摸了摸脸颊,自残行贵,焦然蛋白流失过快,没有小崽子细腻Q弹。 江岭竟歪头浅笑,姐姐昨晚还夸我体力好。 我后退一步,不是没有发生什么,吗? 江岭栖身向前,高大的身影笼罩在我头顶,慢腾腾地掏出手机。 刚刚在大厅的是清水版,这一个版本的姐姐,我不想给别人看。 视频热辣沸腾,娇喘呻地播放着,我的衣服是自己扒光的,不仅如此,我还脱光了小崽子,清爽地穿着透明打底小背心,硬牵引着江岭的手臂,圈住自己的仙腰,我要举高高。 浑小子的五指掐着我的腰,似乎还凉了凉,你是不是通宵打游戏?你甚虚? 我用食指戳着江岭的脸,笑得跟傻子似的,二十二岁的男生就是幼稚,不经机,竟单手托住我的屁股,一上一下,举哑铃似的。 来来回回地做伸展运动,好黑的黑历史。 我做事要抢夺手机,然后删除粉碎视频元件,江岭轻易将手机举过头顶。 呜,我人矮,我够不着,给我。 姐姐好兄,你是不是要威胁我? 我用一种恍然大悟的表情问,威胁你跟我结婚。 江岭钓鱼似的,一会儿将手机下压,蹭了蹭我指尖,在我反手欲抓取的瞬间,又高高举起。 我被逗得烦躁了,没心情跟你开玩笑,你要真想胁迫我,我不会屈服的。 难道这小子犯了事,想找李老头打官司辩护? 我贫瘠的脑细胞。 只能想到这茬,屈服一下下吗? 我们先耍朋友。 这家伙一本正经的在撒娇吗? 而且只要我们在一起,你就可以顺利拿到阿姨留下的遗产,大家都开心。 你知道的挺多。 我表情震惊又复杂,我妈妈五年前去世,给我留下一笔遗产,继承的条件是年满二十八,并且已婚,还差两个月。 哦,我都已经二十七岁十个月的年纪了。 而李老头这么积极地给我找对象,是想我先结婚,将遗产继承了去,然后方便她娶小老婆,她还挺为我着想的。 遗产你先拿走,免得先先进门,生出不该有的心思。 儿女比情人略重要一丢丢,李老头为自己的父爱感动坏了,你是蒋路仙的人。 我满怀敌意地问道,如果回答是,我会削死他,不是。 那就是李老头的,也不是,我是你的人。 江岭最后几个字,口齿清晰,灌进我耳中,像是能烫进我心里。 那天晚上,我做了一个梦,醒来后口干舌燥,瑟瑟地,喝了一点五升的纯净水压精。 我堕落了,梦中全是小奶狗朝气蓬勃的肌肉。 丁,手机收到一条简讯。 明天一宿堂的酒席,为避免尴尬,希望你不要出现。 我的职业是大学辅导员,前任是知穷酸又钻营的凤凰男,攀上院长千金,明天订婚呢。 其实,如果不给我来这条消息,我大概都忘了这茬,伤心是不可能伤心的。 我摔回床上,蒙着被子继续做梦,梦里啥都有,甜心,宝贝,小奶狗,如果能挽着江岭去踢场子,也算被有面。 我露出姨母校,梦境更丰富多彩,会声会色起来,人民教师必须是端庄严肃的,所以去学校,我一般都穿着比较素雅,女人的胜负欲恐怖如斯。 我特地避开一宿堂,走路离她三公里远,凤凰男不愿意见我,院长千金为了满足自己的优越感,动员她的三五闺蜜,俗称拍马屁的泥腿子,硬把我驾到九席现场,我临时路过菜鸟驿站取了个件,当作礼物随出去,梁于凡脸色黑了几个肚,玫瑰馅饼,谢谢李老师的礼物。 她厌烦不已,只因这是我们曾经吃的最多的零食,以为我故意为之,对她纠葛不止,添拉撸,也不照照镜子,西装根本就撑不起来,穿上龙袍,也不像太子,一脸尖酸相,哪有江林挺拔俊秀? 气质高级 我只是觉得十九点九包油的馅饼,正好配梁老师你。 我故意当着院长千金说道,明明是讽刺,院长千金却很满足,觉得我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,落座后,等待开席,每个人都要有意无意地看我一眼,怜悯,嘲讽,惊讶。 我像个公关上的动物,朝着订婚现场,拍摄一张照片,发了个朋友圈,配文,拼多多玫瑰馅饼的爱情,拿走不屑,解药的是钻石,当作对这吃屎关系的告别,身为焦点人物,溜走是不可能的,等待散席,一个钟头已经过去,我随着人潮默默往食堂外走。 爸爸,一辆库里男停在我脚边,冲我扬了两声喇叭,车窗缓缓悬下,露出江岭线条流畅的俊脸,他用一种霸总的方式下车,限定款的板鞋,挺刮的运动裤,再往上是一件T恤衫,先露出脚步,然后上升到腿,侧身出来,霸总下豪车三连拍。 我就是觉得身上的衣服很眼熟,像我们学校斯洛克的绘服,庆庆,我来接你了。 江岭动作娴熟,圈住我的肩膀,带入臂弯中,洒爽地上了库里男,这一连贯的动作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,车子装逼还行,在学校是跑不快的。 我有好多问题要问,首要是两个,你怎么知道我在一速堂?你为什么会在我的学校?江岭将我昨晚求而不得的手机递出来,我看了你的朋友圈,临时弄来一辆车,替你撑面子来了。 我惊讶,我没有加过江岭,我以前不认识她,江岭颇为哀怨地看了我一眼,就知道你将我忘记了。 至于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学校?我大三,李老师。 我惊讶加十级,barbecue了。 十分钟后,我接到学校领导的电话,李庆庆,有人投诉你搞校园师生恋,这是违规的。 而江岭也接到处分,将同学,学校禁止驾驶私家车,严重警告一次。 我俩同时挂断手机,命运一致,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,我以前真的认识你吗? 比起即将要夭折的教师生涯,我更关心这个,因为我是富二代啊,又不用忙碌生计,工作没了咱就换,要我帮你想起来吗? 要啊?我点头,库里南停在路边,窗外已是深秋时节,梧桐叶子沙沙作响,偶有三两学生急步而过,远处河水清廉,阳光温柔,将领上半身越过驾驶座。 一手扶着我的椅背,它身上有股清烈的薄荷气息,特别好闻,我五迷三道的,一眨眼愣神的功夫,它擒住我的嘴唇,触碰,辗转,撕磨,一定是因为安全带记得太紧,我才没能甩出一个大笔兜,唇上刺痛,这魂球用牙齿搓起我一层软肉,坏心肠地咬了我一口,你干什么? 我用手背掩住出血的嘴巴,记起来了吗? 江林眼神中又柔情又凶巴巴,我上一次被咬嘴巴,是三个月前,梁于凡劈腿,被我抓包,一板一眼的书呆子,突然每天晚上都要通宵打游戏。 其实是为了给院长千金陪练,我在宿舍楼下,将吃宵夜归来的两人堵住,好歹要拿出正牌女友的架势,不解释一下吗? 梁于凡偷星,还要立住贞洁牌坊,黎庆庆,你上次已经跟我分手了。 我上次的话术是,梁于凡,你在通宵打游戏不回消息,我们就玩玩,我是体面人,我是富二代啊。 我能死缠烂打,解丢不起这个人,一手横担着,拦下路过的某个黑影,学校公共设施很水货,灯光不甚明亮,我也没看清被我拦下的人脸,拨的一口,强势送出出闻。 黑影很僵硬,我还得了空隙说,梁于凡,我早就受够你这种撸游戏后的肾虚样。 梁于凡被我气走,为了表演逼真,我重新吻回去,唇上刺痛,我被咬了,可是我刚失恋呀,失魂落魄地推开黑影,像幽魂一般走掉了,你是那个我送出出闻的家伙。 出闻吗?江岭似乎很满意,颇为留恋地扎默一下唇舌,可是这也无法解释通,你能看见我朋友圈。 我非常注重个人隐私,从不乱添加朋友,从小身份敏感,总觉得别人接近我,另有居心。 和梁于凡交往,他一直不知道我爸爸是国内屈指艺术的律师,这就是后续故事。 没道理呀,如果我再见过你,嗯,帅得惨绝人寰的,我怎么会没有印象?我当你是在夸奖我。 江岭从手机中调取两张图,准确说是一天贴在校园论坛的帖子,也是我传出海后知名的成名帖。 一张图片是我在昏黄的路灯下的男人,被偷拍了。 另一张图片是我在乌漆麻黑的草丛旁抱男人,也被偷拍了。 这两个穿着不同衣服的男人,都是我。 我原地裂开了,第二张图片就是我最耻辱的时刻。 被出轨,总要找贴心姐妹吐槽,错一顿串串,疏解心中闷气。 我去找了蒋路仙,与我不同系的老师,在这个学校最娇心的闺蜜,却被我家的劳斯莱斯登头谎花眼。 我看见蒋路仙依偎在李老头怀里,两人年年匿匿续到着什么,关系昭然若揭。 我三十岁的朋友,和我五十岁的老爹,麻痹,抡起路旁边的垃圾桶,我便冲上去,狠狠砸在劳斯莱斯的登头上,庆庆,冷静。 最初的震惊过后,李律师行业龙头的淡定气质彰显出来,你们真恶心。 李老头背弃了我妈。 我恶心,蒋路仙,我给他交底,却给他搭上金主,更恶心,我沿着学校的主干道跑,眼泪哗啦啦往下流,到了操场,双腿抖得像筛子,摊倒在草丛中,乌哇哇,我哭得像死了爹,其实那一刻我倒是希望李老头死了,他就是完完全全属于我妈的,为了个甚虚难忍,你至于吗? 大概哭了十来分钟吧,头顶突然压下一个冷冽的声音,乌漆麻黑的夜晚,我没兴趣去看人脸,你知道什么? 我被出轨就算了,我妈也被出轨了,我的家没了,想到我可怜的妈妈。 我哭得更用力,像是要抽搐挂掉,或许吓到多管闲事的路人甲,想要将我扶起来,你不嫌丢人吗? 当心被熟人看见了,为了稍稍挽救一下人民教师的形象,换一种方式哭泣,抱住路人甲的腰,埋在他的胸口,我哭,我使劲哭,哎,衣服脏了。 加微信,我转账赔偿你,我的脸躲起来了,但还是被有心人贴到校内网,同一天,隔开不到两小时,两个男人,还有前男友梁于凡,我是海后,校内看客投票疯的,库里男内,我尴尬得想跳窗逃跑,你为什么要换两套衣服,如果只是穿了相同一件? 大家认为我换了个男朋友,不会认为我梦浪,江岭定定地注视着我,眼波流转着星光,我被人占了便宜,回去越想越气,大半夜睡不着,到操场跑步。 他突然抓起我的手,举过头顶,饱满的前额抵在我的发悬处,土内间的气息喷洒在我鼻尖,我后悔,应该抓住轻薄的女流氓。 我一边跑一边想,抓住了要怎么惩罚她,却看见嚣张跋扈的女痞子,伤心地嚎啕大哭。 姐姐,我不会哄女人,你哭得我可为难了。 江岭用食指圈住心脏的位置。 眼泪很热,烫得我全身震颤。 大师你依附的不一定是眼泪,可能是鼻涕。 我煞风景地打断她,遭不住,小崽子的眼眸快要溢出深情。 我敢接吗?我不敢,所以我跳下车,火烧屁股地逃了,却毫无衔接缝隙地被拉去领导办公室。 梁于凡这丝,已经换下板正的西装,穿着适合她干瘦身材的灰衬衫,阴侧侧地站在领导身边。 李老师,为避免影响恶劣,学校希望你主动辞职。 我不缺这口饭吃,但不代表要任由梁于凡逼走,我犯什么事了? 你和江岭,你们师生恋犹辱斯文梁于凡先领导一步发言。 师生,我咧嘴一笑,研究生在读,我是江岭的学姐。 姐弟恋不行吗?我大大方方地掉一层马甲。 什么?你竟还未毕业? 梁于凡震惊地岔开重点话题,我多读两年,吃你家大米了。 美好气地横了他一眼,不思进取的女人,还好我甩了你。 梁于凡掩饰不住对我赤裸裸的嫌弃,扣扣,正在我们从师生恋,上升到学渣留级不能毕业的论证中,门口突然传来敲门声。 江岭一米九的大高个徐步走进来,主任,我接老婆下班。 老婆,是指的我吗?讨厌,我要不要承认,反正都不惜掉一层马甲,用来创造耍朋友的条件,我就是被撩动了,我喜欢腹黑小崽子,臭不要脸。 梁于凡鸡谢道,江岭霸道地在我脸颊上播的一口,传出非常射死的一声响,在寂静的办公室中,校领导也觉得我们太嚣张,你们等着受处分。 主任,亲老婆有什么错呢?江岭抡开两个红本本,结婚证烫金三个字,闪瞎所有人的眼。 我夺入手中,揭开封面,刚印,我和江岭的合照身份证号,这是真的。 被结婚我只觉得很猛逼,江岭小心将证件收回,妥贴地插入口袋中,挡住梁于凡为所探究的视线,庆庆老婆,我们回家吧。 我已在东静水岸旁购置新房,方便你以后串门。 江岭牵着我的手,食指紧扣,我们相邪离开前一秒,梁于凡还在哼记,东静水岸,做白日梦。 这个地方是这个城市金字塔顶尖的幸存者,才有资格购买的。 我警告梁于凡,我不是女屌丝,合纵事务所的继承人,以后敢惹我,让我家的律所告诉你。 梁于凡的脸色五彩缤纷,像吃了屎一样。 呼吸到外面清新空气的那一刻,我在江岭怀里翻找,姐姐,朗朗乾坤下,你别吼急。 你上哪做的假证?挺逼真。 我用食指弹了弹结婚证的硬窍封面,谁说是假的? 江岭凭借身高的优势,凤眼微调,懒洋洋地逆着我,我不到场,也能领证。 顿时手心的小本本,像有着千斤重量,你忘记岳父是干什么的。 所以我擅长钻法律空子。 哦,呸,颇有人脉的爸爸,联合眼前的腹黑小崽子,将闺女不要钱似的给出去了。 哇! 我用双手捧着脸,肩膀抖动,一副自觉人民的悲戚模样,将领得像初次见面般,亲吻我的耳垂,轻轻地说, 姐姐,你是在偷笑吧? 持指缝隙下,我的确没有流泪,我蒙住脸,是害怕没绷住的姨母笑,破坏气氛,我是被逼的呀。 我怎么能笑,将领顺了顺我的发尾,回家圆房要不要? 姐姐太害羞了,就改天。 不,就今天,我咕噜一下口水,想到某人朝气蓬勃的肌肉,我馋。